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至九筒就是一筒 我們可以把它收縮 這個是一筒 這個鑽親筒子就是要用這個 鑽架 又可以為中國的手鑽 各式花色十八般武藝信首年來 刻刀舞動白蟹翻飛 短短數十秒 一隻隻精巧的麻將就凌空出世 正在手雕麻將的師父名叫何秀梅 至今已投身麻將行業超過半個世紀的他 也被揭放親切的稱呼為美姐 隨著手雕麻將逐漸被機器取代 昔日風靡一時的行業如今在香港 只剩下三位師父 而美姐是其中僅存的一名女技師 女孩子來說會覺得辛苦 因為這些比較是男工來的 誇張了整隻手都已經 一定有的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職業病的 比如你駕車就會腰骨痛 你打麻雀打手露圈 你都會腳痛的了 起不了身的了 因為每一樣東西你要付出代價 自1962年開始 美姐與父母搬來這處位於紅勘唐樓中的小店 她13歲開始入行學藝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 她再未打過第二份工 店外白底紅字的招牌不大 卻格外顯眼 店中陳設可謂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一套套手工麻將和各式工具 在老式透明廚櫃中整齊排列 一方小小的玻璃櫃 既是美姐的檔口 也是她的工作台 一系列工序都在這裡進行 手工麻將的製作過程 繁複考究易學難經 不同花色的雕刻方法不同 使用的工具亦各不相同 其中精妙之處 只有各家師傅自己知曉 這個做白板的 我只用來這樣拉的 這個圓規是做一筒的 好像一個圓規一樣 這個索刮 它中間有一條坑 是我們用來拉索紙 做一個彈墨 我們跟著墨去做的 就是這個叫做索刮 這個就是挑黑刀 我們每一天百分之八十 都要有這把東西 的配套會來這三樣東西 還有一個最嚴重的就是這個銅子 這個銅子是銅子轉 我們每一天要轉銅子 就要用這些了 從雕刻 壓印紋路 到上色修補 空間 即使資深師傅馬不停蹄 完成一副一百四十四張牌的 全套手工麻將 也需要足足花上四天時間 耗時不說 投入的精力 也堪比機器輔助的幾十倍不止 因而 手工麻將價高不易得 這一行業也日漸勢威 作為末代師傅 美姐對此深感惋惜 卻也無可奈何 手工麻將這些都是我們中國的國水 他們可以娛樂 又可以減退腦退化症 令到那個人精靈一點 醒目一點 80年打後已經全部是機器做的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存空間是很窄的 因為有了手機 那些 所以我們就變了 那些小朋友 或者那些老人家 他們現在又玩笑了 但是有些喜歡的 懷舊的都一樣 玩回我們這些 好像一些屋邨那些 以前 哇一喊一聲就吃完飯 就過過來了 好踴躍的 低頭側身步入小店 可以看到店內牆壁上貼的家庭相片 已微微泛黃 看得出這是養育了兩代人的地方 談及對這門手藝的情感 美姐感慨萬千 懷面 他們 現在我爹爹媽媽她都是養大 我們都是靠這一行的 那有很多的私益的 就是從小到大 帶著一家入口 喜歡又有 私益又有 回憶又有 沉根又有 我都不懂得怎麼說 如今的美姐 會在業餘時間 參加一些文化工作坊 旨在將這門傳統的技藝 與當下青年人分享 她說 麻將體現了中國人的傳統智慧 而手工麻將中滲透的執著與將心 也是當下年輕人應該學習的 希望盡自己所能 將這門手藝傳揚給更多人知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